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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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便乔装调查 江西人贵武自幼父母双亡游落一乡 无奈只能卖一扑口 这天没什么收拾的贵武 巧玉一个姓甘的大爷 此人天头顶找了一颗牛 所以都管他叫甘流子 甘流子见贵武相望残堂且唯一不白 想着妻做个上门女婿就想去带回家 几日之后 甘流子的女儿甘连珠就与贵武成了亲 这天甘流子的儿子都听说 最近城里来的一批货 和父亲商量是否需要动手 这甘家原来是专门打架劫舍 为非做的贼窝 甘流子想要女婿贵武帮忙打劫 但为人政治的贵武不敢答应 还反而盼着老丈人一顿人生哲理 就出门溜过儿去了 陪着女儿的甘流子愤恨的准备奏掉贵武 在外外游断的贵武 遇见了一个老道士带着一个姑娘 老道对贵武说 知道贵武的所有事情 如果贵武想离开甘家这个贼窝 就回去跟老婆商量 说完未留姓名 就带着姑娘神秘兮兮的走 回到家中的贵武和妻子莲珠 丙竹叶谈互诉心事 最终二人决定趁着甘流子与长子 出去打劫之时离开甘家 但甘家个个身手不凡 若要离开免不了一番殊死活斗 但胳膊肘往外拐的莲珠 知晓家人的所有弱点 就和贵武一同准备逃离 第一关是莲珠的打扫 父亲二人合力将其轻松打败 第二关是莲珠的亲妈 二人用苦肉计连滚带妈 甘母于心不忍便放过了二人 第三关是莲珠的小妈 莲珠知道小妈肩头上有窗 就猛攻击换手将其击败 最后一关是莲珠的奶奶 在二人无计可视之时 被一只蚂蚁的所救 趁机逃出了甘家 二人逃出之后 贵武之前遇见的姑娘 前来迎接二人 姑娘名叫红姑 是骷髅派掌门人 吕薛娘的关门弟子 红姑已经安排好 要二人前往青蛆外落脚 此时走在半路的甘流子 心有意感 掐着一算得知家中舒适 匆忙回到家中 见母亲被打伤 女儿被拐跑 大怒之下使出飞剑追击二人 微淡之际 青蛆关的孝道人处手相救 击退了甘流子的飞剑 贵武夫叫二人 随即拜孝道人文医师 留在了青蛆关 执行补文证调查已有数月 这一天在红莲寺借宿之时 发现妇女失踪一事 竟是红莲寺住持所指使 孙女们将妇女拐走之后 囚禁在红莲寺的地牢之中 供自己发泄兽 红莲寺帮政抓住补文证后 开始这期施以各种酷刑 同时被麻鹰攻击的甘老太 终于不治而亡 甘流子召集了自己师们 空腾外的兄弟们 帮自己老鹰报仇 孝道人这天没事掐着一算 发现补文证有难 就让师妹红莲 带着徒弟们前去营救 接着习惯性的大笑几声 将一封信传到了知府衙门 通知官府补杀人有难 在补文证正在被干掉之时 红姑带领众人赶到了红莲寺 大到了几个恢复之后 就被关在了里面 金罗汉与孝道人看土地被困 在千里之外就发动神功 将机关一一解除 官府也带人将红莲寺包围 方丈趁乱逃走 被吕血娘再半路截堵 该流子作为红莲寺 方丈的师兄 带着同门哭道人和常德庆 前来支援顺便报仇 空腾派与空腾双方开战 只见各种法器在空中逗来逗去 片刻之后空腾派就落败 但哭道人稀有不甘 要与孝道人单挑 然而盘戏而作 以哭笑对战 只见哭道人招来的点乌云 全被孝道人给孝洒